一名上升赤裸的男子坐在红色拱门上 只要再往前一点就会跌落下去 如果民众看到这一幕立刻报警 消防人员接候通报 凌晨十二点多时在连接双北市的光复桥上 有一名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这样爬上桥上拱门 消防人员出动两辆云梯车接近男子 想要与他沟通 双方坚持不下又担心男子一不小心衰落 会被桥上车辆撞击 当下请警方封桥 最后趁着男子不注意 将他抓到云梯压制 并将他送回桥面 我们要跟他对话 他都不跟我们对话 他就静静的坐在上面 跟我们当下坐在一起 然后我们用线练的方式 把他又练过 索性这起事件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意外 男子在消防人员的陪同下 被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 但这一名男子为什么做出 这样危险爬桥的举动 警方还在了解厘清当中 记得许志明新闻时报导